出了问题 那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中国电动车龙头比亚迪13号一口气推出两款油电混合休旅车 抢攻中国环保SUV市场 看着第一眼 我觉得必须点一赞 为什么呀 因为它终于不想丰田了 比亚迪推出两大车型 其中取名为比亚迪原的车款 定位为小型休旅车 百公里加速 卸点9秒 采用四轮驱动 更号称百公里油耗不到两公升 售价约为10万元人民币 而市场则聚焦在紧凑型休旅车比亚迪送 提供燃油板和油电混合两种车型 其中燃油板搭载2.0T引擎售价10到15万人民币 而顶级四驱油电板则要价28万人民币 纯电动续航里程可以达到70公里 PM2.5 太厉害了 只要它监测到你这个车内的空气PM2.5超标了 它就会自动去开启这个过滤的模式 另一方面取勤带开启中国封建社会的典故 由比亚迪勤开始 比亚迪开启了旗下环保车 以中国朝代秘密的传统 而中国车评则指出 过去几年比亚迪新车总是雷声大于点小 引发关注的程度和销售不成正比 认为应该强化品牌的号召力 三一星五都会比 最后报道